在美国国防部星期五 MESMATIS说,这样一份国防战略是LDQO,符合时代的ACO,A Good Fit for the Times,不过,有分析人士担心,这样的一份国防安全、战略会,因为资源的限制,而无法全面实施,中俄被视为美国最大的挑战马蒂斯。 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约翰MIDDOT,霍普金斯大学就最新的国防战略发表演讲,他强调世界重回大国竞争状态,他说LDQO,虽然我们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但是,现在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这份战略是非常符合时代的。 RTCO这份国防安全,报告说LDQO,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希望将世界改造成,符合他们威权模式的样子,这两个国家,正在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角色的否决权。 RTCO,关于中国,报告说LDQO,中国正在运用自己的军事现代化,影响力和掠夺式的经济,活动来胁迫邻国,试图改变印度洋,到太平洋的区的秩序,使之有利于中国。 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在持续上升,通过长期的举国战,略发挥实力,中国正在持续发展的军事现代化向目的,近期目标,是寻求获得印太的去的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取得全球的主导地位。 RTCO,关于俄罗斯,报告说LDQO,俄罗斯侵犯周边国家的边境,试图否决周边国家的政府、经济和外交决定,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改变欧洲和中东的安全和经济架构为自己所用。 报告说,俄罗斯还利用技术边、富乔治亚、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的民主进程,加上俄罗斯的正在扩张的现代化核武器,挑战是明显的。 RTCO,美国小布希政府时期的前国防部副部长达夫MIDDOP扎克海姆·杜克海姆·杜克海姆在美国之库大西洋理事会举行的有关最新国防战略的电话会上说,虽然报告中对中俄用词墙墙 但是美国应该是不惧怕两国做出的反应,他还认为报告并不会影响美中之间的合作,因为美国并不排斥合作,只是希望从一个LDQUO强大的地位World Code谈合作,他还谈到报告对中俄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俄罗斯被视为完全World Code敌对World Code的国家,但是美中之间的关系更微妙,恐怖主义不再是国防的重点。 最新的国防报告的发布显示,对川普政府来说,国防战略重点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过去20年来,美国的国防战略重点,是打击伊斯兰国,或是基地组织,以及流氓国家,奥巴马时代的国防战略还呼吁,保持于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战略稳定,对于俄罗斯一起进,以不消减核武器 保持乐观的看法。分析人士指出,这份国防报告显示,川普总统的军方顾问的,眼光看得更长远,而不是只关注目前的冲突,包括朝鲜的河野心,伊斯兰国,以及伊朗在中东的影响。 扎克海姆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同是,最新的报告不再认为美国本土是安全的所在,报告说,美国本土线,在成为攻击目标,报告首次把太空和网络作为战争领域国防部公布的报告节,要排列出了美国应对这些新威胁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首次把太空和网络空间,当成战争区域对待。 报告认为,美军要做到以下几点,才能保持军力的优势,这些措施,包括江河武器现代化,投资太空和网络空间,把这两个领域当,成战争领域,加大代计算机,通讯,情报和监控系统的投资,部署更多的导弹系,同保,护美,国军队和美国本土,打造更具杀伤力的战斗部队,有能力袭击对手的空中,和导弹防部, 防御系统,投资海、陆、空和太空部队,让他们即便是遭遇袭击,也仍然可以作战和重聚力量,在世界重要的战略地点处存重要的战斗武器和其他军需物资。 报告还提到,美军应该迅速将商业的突破用于军事,来提高人工智慧和机器学。 袭击,树莱雀,保美军的优势地位,马蒂斯,国防与算法案损害美军战斗力分析,是指出,最新的国防战略报,告,是一份非常好的报告,但是却不LDQUO,便宜LDQUO,他们担心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财力来实现这样的一份报告。 对于财力的担忧,国防部长马蒂斯表达得更清楚,他说LDQUO,没有资源支持的国防战略无异于幻想,二口,国防报告出台的当天,距离美国政府,是否要关门海,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五的讲话中,批评国会美,有给国防部提供足够的资金, 他说,美国预算控制法案,以及短期法案,对美军战斗力的影响,超过战场上,敌人对美军的影响,我想明确一点,虽然过去16年我们的军队很艰难,但是,没有哪个战场的敌人,对美军战斗力的损害超过于,算控制法案规定的国防开支缩减,对美军战斗力的损害, 二口,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国会应该,全力提供资金美国的部分国会议员显然易,使到美国国防的挑战,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州的共和党籍,议员麦克·MIDDOT,索恩·波里·麦克·芬·芬·贝瑞说,LDQO,美国国会现在有很重要的工作摆在面前,给这份战略提供资金, 给我们的部队提供装备,训练,以及将这份战略付出实践的人员,二口,他说,最不能接受的事是,一方面要求美国军队,在为他们提供更少的情况下做出更多,而对美军军力持续,被侵蚀时时弱无睹,二口,如果国会无法为国防战略提供预算,他建议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后果,昭告,国会和美国民众。